社主播 今天这个韩国瑜韩市长 到这个男子区来发红包 现场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民众 有些人很早就到现场来排队了 甚至刚刚有一个76岁的老先生 因为体力不支还在现场晕倒了 不过他还是很坚持 要等到这个韩市长来发红包 不肯这个到医院去 而韩市长刚刚在受访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 王世坚有送他一对手表 至于他的回礼 他想好了吗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访问 没有 第一个邀请他来高雄 所谓百文不如一见 为什么人潮量这么大 因为王世坚议员 还有一些台北的民意代表 长期待台北 不像我们在南部的民意代表 以及南部的民众感受特别的深 最近这段时间 高雄人潮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欢迎王世坚议员来我们高雄旅游 对 两只手表 他希望我左右手各在一支吧 我不晓得 其实韩市长说 他想邀王世坚来高雄旅游 毕竟他觉得说 好像送什么回礼 他目前没想到 但是觉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请王世坚 其实说什么 百文不如一见 干脆请他来高雄玩一趟 让他好好见识 这个高雄的好风光 以上就是来自现场的情况 杨茜茜主播